一年学费17万,张学友17岁女儿变长跑冠军,晒逆天长腿神似罗美威。最后一张还向导供丽太会生了。 季郭傅成去年结婚生女后,曾经的四大天王都已迈入过婚姻生活。 而被誉为歌神的张学友自从1996年与罗美威结婚后,就一直是好丈夫的代表。尤其是女儿张瑶华,张瑶轩出生后,即使工作再忙,她都绝不会超过12点回家,更不会在外夜扑,被传桃色新闻,成功晋升好爸爸。 对于女儿的教育问题,张学友也是从来不敢马虎,妄女成才的她曾在2013年将大女儿张瑶华送到英国读书,只可惜女儿未能适应当地生活,所以学友夫妇只能另外安排她回港入读哈罗国际学校。 虽然不及国外留学那般牛逼,但是这所被外界称为英国首相姚兰的贵族学校,一向是上游社会首选的教育学院。 之前陈豪陈英美夫妇也曾经其全力,通过购入地顿豪宅,买下500万学校债券的方式,让儿子入读。 可见这所学校的美誉度有多高,而现年17岁的张瑶华也不负众望,小小年纪,不仅成绩优秀,还是校内的体育精英。 近两年积极参与学校跑步比赛的她,多次在1500米比赛中获奖。 据悉,为了培养女儿的兴趣爱好,张学柳从小便和她打网球,做运动。 不过这几年,张学柳忙着开训演,没有空闲时间。 便由罗美威顶上,和女儿开启练跑航山的项目。 据悉也因此,张瑶华的身材KID的十分fit,难怪她不时在社交网上传自己的竞照。 除了拥有一双线细的长腿外,还有令人羡慕的24寸小蛮腰,与罗美威当年出道时有几分相似。 罗美威在1980年代由黄柏明所发掘,与电影《开心鬼单纲》演出而加入娱乐圈, 与罗明珠、袁杰盈、李立真、陈嘉玲、百安妮组成《开心少女组》, 其中傅明现在开拍前脱队,其后与张曼玉、刘嘉玲和钟楚红并称香港最有前途的女性演员。 1985年在拍摄电影《吃心的我》而结识张学友,随后二人即开始恋爱。 当时一友传媒表示张学友和罗美威转入地下情,因为他们曾在1988年宣布分手, 但在1991年又宣布复合,传闻是因为当时张学友演艺事业处于低谷, 而在1991年张学友事业稳定后让人迅速地再一次公开恋情。 二人感情转去稳定后,罗美威选择转向幕后,辅佐张学友,逐渐淡出娱乐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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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对筒了人 이걸要给打赏了 около river的 tun。